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快乐的祝福就是带给大家 这一次就是又再一次经历了那种超级恐怖的大载车 可以看到那个路路上真的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然后就是车龙都是非常多的 然后就一直在载车 而且我觉得今年可能是水兔年吧 真的是大年初一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在下雨 特别是我的家乡古来 然后你知道回到家乡的时候初二开始 就一直到我回来吉隆坡初五 都一直不断地在下雨 很多观众朋友其实看着我们的新闻长大 陪着我们度过了很多就是艰难的时刻啊 高潮低潮的时候 而今年呢又是八度空间的十九岁生日 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团圆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来吃团圆饭 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忘 可能大家都待在家那几年 就好像很少出来剧嘛 然后呢今天好像全部都很放纵 哈哈哈哈 然后呢全部就一窝蜂来到我家拜 那我们还会再唱这个活力满分的 在舞台上那我相信说呢 这一场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台上唱这首歌了吧 哈哈哈哈 在今年 我们会叫其他人上台 是 然后我们尽量躲在后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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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рузья MING PAO TORONTO